波兰固定翠花沿运河一路北上来到古城扬州 扬州是古运河上诞生的第一座城市 这里的美食也与运河息息相关 没有馅儿的包子还叫包子 嫩豆腐也能切得千丝万缕 吃鱼头为什么要拆掉骨头 本集翠花将带你一起体验扬州的美食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食文化名城 也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环洋菜的发源地 齐鹤上扬州也好 烟花三月下扬州也罢 饱的是眼福 而今翠花来到扬州 更是为了大快朵頤 大饱口福 吃在扬州 扬州美食品种繁多 而且以精细著称 翠花在扬州通 陆老师的引导下 已然开始了这趟美食之行 扬州美食之旅第一站 从一家百年老店的早茶文化开始 第二站 陆老师推荐了一家外地游客 都不熟悉的小馆子 第三站 将前往古运河的一座寺庙 品尝一道展现扬州人精湛刀工的素食 最后翠花将和扬州一位 华洋菜大师及其家人 共进晚餐 坐落在鱼码头边上的野春园 是扬州一家百年老店 这儿的包子世界闻名 一百年来数不清的文人默客 许许多多政绩要人都来过这里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说不定旁边那张桌子 就是他们坐过的 所以今天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 也是我们洋洲人的生活方法 请你去走茶 这是洋洲特色的灌汤包 灌汤包 慢慢地从这边擦进去 擦进去从上面去吧 擦进去 好 轻轻地 轻轻地 我来了包子 强大 慢一点 烫点 烫吧 但是馅儿到哪儿去 你就没有馅儿呢 都是汤呢 我请你吃的不是肉包 汤包 里面的全部内容就是汤 馅儿就是汤 汤就是馅儿是吧 洋洲人可以简单地说 比较悠闲 两句话形容洋洲人 早上批包碎 早上批包碎 晚上睡包批 晚上睡包批 很好 曾经的繁华盛景背后 是洋洲城如今的低调而精致 温满而闲适的城市品格 自古以来老祖宗们都说 一日之际赞于晨 据说从如何用早点 能看出当地民众的性格 与生存状态来 洋洲向来有股 养尊处优的味道 每天一早都是皮包水 肚皮包的水 也就是从古延续至今的早茶 品味洋洲 这儿的早茶绝对不能错过 洋洲的早茶和广东的早茶很相似 不仅喝茶水 还搭配各种不同点心 而洋洲点心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包子 三五好友相聚聊天 一顿早茶可能就是一个上午的时间 这就是这个馆汤包的馅吗 对 对了 哇 像水晶一样的 用这个原料 它是用猪肉皮 把它除你干净以后 把它味量了以后 制成这个皮 变成泥 你会熬制成一个皮洞 明白了 就加热之后就变成汤 这技巧就在这里 对对 猪皮经过反复熬制 凝固成胶状物 再加入蜜制的佐料 这就是灌汤包的主料 辅料随季节而变化 此时正是螃蟹最肥美的季节 辅料就是新鲜的蟹肉 这个就是做灌汤包的面皮 对 我刚刚吃的时候 它很有弹性 这是怎么做出来 这个面粉呢是高筋的 高筋里面的面筋网囊呢 的筋力比较强 适用的减水和适用盐 混进去 很实在 里面的馅很多 对 它不多的话 汤子就是水就不多了 手上功夫了 是不是手就要这样子 不能是这样用 包这样的包子呢 要学多长时间呢 过去是三年小狐 三年小狐 把壳要明好 有点像那个鼻器呢 就是有一个是吧 扬州的灌汤包多少年来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制作方法 除了味道要求鲜香皮韧 汤汁浓郁 入口油而不腻以外 还对外形做了苛刻的规定 皱褶不能少于二十八个 造型要像鼻器 面皮玲珑剔透 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上品 扬州依水而渐 远水而新 自古以来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 随着大运河的兴起 扬州作为南草北运的船舶必经要地 成为中国古代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扬州繁华以盐胜 据说扬州的盐商富可敌国 四百年前扬州仅盐的税收就占全国经济总数的八分之一 富有的盐商把他们的钱财都用在了生活消费方面 扬州人从早到晚悠闲生活的习惯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形成了 扬州人对美食的热衷由来已久 过去他们诞生在盐商的深宅大院 但是今天许多美食就生长在市井平民中间 文昌阁的小巷子中就有这么一家店 其中有一道美食深受当地人喜爱 它叫臭大圆 臭大圆的主料就是俗话说的臭豆腐 看其外表并不受人喜欢 但是这独特工艺造出的独特味道 让人过猴不忘 我最害怕吃不丑吧 不要 你不用怕 这道菜闻起得很臭 名声很香 其实没那么臭呢 怎么样 确实不错 可以啊 不怕拉吧 我觉得特别好吃 你吃一块然后继续想吃 因为有麻辣 又臭 然后因为这个臭的味道和麻辣的味道 然后你继续不停地不停地吃 所以我觉得吃得特别爽 吃了不想走 走了还想来 这就是出感着的魅力 臭大圆是福星饭店的招牌菜 几乎来客必扁 它除了味道诱人之外 还非常实惠 这里每天客满 想吃的朋友要早点来 否则就要排队等候 就这一锅十块钱 十块钱 只有十块钱这么大 尤其是年轻人 我看后面一大堆九零后 你看这么多钱 所以我今天 好吃吗 好 所以我今天特地把这道菜 连给你吃 好好好 你先品尝一下 好 注意点烫 这个烫是吧 杨州城的韵味 就如同老城区纵横婉转的巷子一般 幽深肃静 并不要眼夺目 然而当你走进巷子中细细体会 才会发现 宛如走入了历史 走入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在杨州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三把刀的店铺 锄刀 刮脸刀 修脚刀 它们是这座城市的名片 也是杨州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杨州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大名寺 据说是建真河上东渡前修行的地方 到十八世纪运河进入最繁忙的时期 这里便成为了运河上往来传夫商人 烧香拜佛的地方 今天吸引人们来到这里的 不仅仅是中日不断的香火 还有室内的素菜馆 大名寺的素菜悬料上层 制作烤丘 文丝豆腐 相传有一名叫文丝的和尚发明 因两百多年前被列入宫廷菜单而闻名 至今一直是室内的保留菜 文丝豆腐的工艺应当说是相当复杂 一般都是在后处做好以后在后身上 但是因为你是尊贵的客人 我要向你详细介绍 杨州三把刀当中最厉害的吧 所以我跟大厨师商量 特意推到前台来 展示给你看一下 制作文丝豆腐 必须要用这种质地柔软的嫩豆腐 它细腻 结构紧密 在切的过程中 加入适量的水作为润滑剂 再加上师傅的刀工 保证了细如发丝的嫩豆腐 根根不断 为什么要切成这么多的丝 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吃 把它切成很细以后 各种味道 入味很方便 很全面 这是我想的大概第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 画腐朽为神器 一个很简单 很普通的东西 就展示我们的刀工 把我们的刀工 把我们的这些餐饮文化融进去 嗯 品尝起来感觉又不一样 试一下 现在看到一个豆腐泥 马上就是 噔噔噔噔噔噔 还是一个豆腐泥 你看你看 来师傅给他展示一下 哇 慢慢的有有有几根丝出来 你现在要保持心境 好好看一下 神奇出现了 看到吗 魔术出来了 是泥还是丝 是丝儿 还有很多 这里有多少个丝儿呢 大概 一万以上 这么说 这个小小的豆腐 不光是刀工 甚至于炸鸡 魔术 气功也在里面 鬼功 诶 你怎么掌握这个东西 这个心一定要尽 心一定要尽 就像我这样的鸡 心都没法做出来 你做出来我们也不吃 我都没有太多 你看他这个草还融合到一起 然后颜色多变 你打开 来了 翠花 好了 该品尝了 吃起来没有这样的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豆腐 一块一块的豆腐 很难就是说明就是我吃的就是豆腐 然后尤其在这个是在念佛的这个清净的环境里 我们在品尝这道菜 是更加觉得心静更重要 东关街是扬州小吃的聚集地 在这条历史老街上 光经营特色小吃的店铺就不下几十家 他们大多前店后方采用地道的传统做法 让人们能够品尝到几百年前的味道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我想吃这个 这个 可以 收点 老母的耳朵 对啊 我就想吃这个 想吃这个 想吃这个 好吗 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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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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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来一个枕的好不好 不要把它切下来 好 你看看 这是一个枕的耳朵 整个耳朵 我要吃边上 你说边上最好吃好吗 有脆骨一样的 很脆 好吃吧 哎 哎 杨州人都喜欢吃这个 嗯 除了杨州老鹅 还有这耳朵鞭子 耳朵鞭 还有猪头肉 这个当小吃也行 大酒也行 还缺点小酒 那你稍微卖点吃 品分它的味道 好 你平时不喝酒吗 我喝酒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酒吗 我们店里面主打的 这是这个鲁鞭做的 鲁鞭 鲁鞭子一般生养这个 长这个的话 特别特别有营养 很滋骨的 冲鞭的话 很滋骨的 这个 另外这个呢 它一个作用来是什么呢 鲁鞭子生养这个 是吹奶的 啊 他就是 对 他加鸡蛋的话 喂奶的时候 也吃到这个 然后 吹奶 什么是吹奶 就是给小孩喂奶啊 就喂奶啊 但是他奶水不多的时候 适当少喝一点 是吧 对 奶水就多了 对 这个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 就两位的 这是客户了是吧 我跟我们聊 这边也很棒 热乎乎的 生意不错这里啊 都是 人都满了 跟陆老师在一起 让陆老师便宜给我多加了一点虾米 你是客人 你是客人 我要把你接待好 好 谢谢 等着我们的烧饼来了 谢谢 这个烧饼 这个烧饼 哪个是甜的 这个可能是咸的 在扬州 每一道小吃都是一面镜子 折射出当地独特的文化和习俗 自古以来呢 因为扬州这个地方 蜀患经常发生 因为居民和水打交道非常多 所以说呢 就容易着凉 对 容易着凉 感冒 过去呢 这个医疗条件比较差 所以民间就 就是发现个姜啊 气寒 效果非常的好 那么就说呢 喜欢用红糖和生姜 熬茶 熬茶河 就这种姜茶 所以这个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有一千多年历史了 在我们扬州 扬州自古得意于水 在古运河与扬子江的汇合处 每道汛期聚集着大量的鱼类 让扬州人品尝到数不清的鱼种 也创造出数不尽的鱼艳 这种个儿大肉肥的鲜鱼 就是制作名菜 拆绘连鱼头的绝好食材 傅春茶社位于扬州的闹市中心 是一座文明中外的百年老字号 2000年 中国烹饪协会 授予傅春茶社的拆绘连鱼头 为中国名菜 孙贤彪先生 华阳菜大师 14岁学厨 至今已经48年 他今天要给我们奉上的 便是这道名菜 放在里面 加点酒 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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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里面腥味 第一部分就是先把它焖熟 它关键就要注意 烧开了以后火不能大 要小火 慢慢焖 如果火大了以后 就把那个皮 就要整过了 抱过了 好嘞 大约半小时 半小时左右 就好了 拆绘连鱼头 清炖狮子头 爬烧整猪头 并称扬州三头燕 鲜香软嫩 肥而不腻的清炖狮子头 发挥的是扬州菜 咸鱼闷顿的特长 酥烂脱骨 不失其形的爬烧整猪头 体现的是扬州厨艺的粗材细作 孙师傅给我们制作的拆绘连鱼头 展示的是去其心骚 留其清香的暗头功夫 这个下来以后 要不要再过一下两嘴 用两嘴过一下 过一下以后 准备 这几公斤的鱼头 这个有十来斤 这个鱼头 一个是十斤 十来斤 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小心 不能把外面的脾气绑过 要保持原型 对 要保持原型 我看孙师傅那么熟练的样子 做这个拆骨头的样子 是不是如果我们把你的眼睛盖住了 你也可以 可以 可以 对吗 那我们要不要盖住一下 像孙师傅像这一块鱼头 会有多少个鱼头呢 大概八十根 八十根 八十根左右 大大小小 对于低谷的闷得好不好 现在就都看得出了 对对对对 闷不得就容易是 闷不得就容易是 闷不得就到位 才不想 太熟练了 我看见这样的 它这里面 有个地方 有个脏的地方 必须要去的 对 有个地方 看得到吗 就这个 这个是不好吃的 一定要把它去的 你拆完了 果然这个鱼头的形状还在这里 对呀 它有些效果就是这样的 把骨头全部拆完 要保持原浪 第三步 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会 现在大火把它烧开啊 烧开了以后就要调小火 把它这个煮透 中间中间要煮透 那个 煮到肉味 等于现在是它把汤里面的味道 弄到肉里面去 让我露里面去 露里面腥味就到汤里面 如今三头燕 早已成为扬州百姓餐桌的家常菜 这种鲸鱼制作的美食记忆和独特的味道 深受百姓喜爱 阳州菜不似粤菜以海味山珍选料高档而著称 也不似川菜以浓重的感官刺激为特点 所选之料不过寻常之物 所调之味不过清淡可人 然而阳州师傅便是要在这平凡简约中点食成金 拆绘鱼头 味道上讲究鲁汁稠农 肉质肥嫩 入口鲜美 其实更重要的是体味鱼等另类吃法 在这里你可以不用顾忌鱼刺 大咬大嚼 吃鱼变得不再是一件细致活 这些年孙贤彪先生一直在外工作 几乎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或者给家人做一些他的拿手菜 今天在征得孙师傅同意的情况下 我们请来了他的家人一起共进晚餐 孙师傅的儿子 你是之前吃过这个鱼头吗 没有 为什么是第一次吃呢 因为这么多年我的父亲工作一直很繁忙 很少几乎没有时间在家里安安心地做一道菜 每年年年到年初我们从来很少团聚在一起 来碰一下 好 好 好 此时的扬州滑灯初上 早上皮包水 晚上水包皮 现在该是扬州人泡泡脚 泡泡澡 放松的时候了 洋州的味道就如同水的味道 清清淡淡 但却婉转千回 值得细细品尝 波兰姑娘翠花今天来到了运河中段 曾经出了十一位帝王的徐州 南来的北法人们在这里会合 会碰到出什么特别的美食呢 甜油为什么会取代酱油 臭死了的盐豆子 为什么却使人流口水 流传了三千年的菜肴又是什么样子 精彩的食物 竟在今天的行走的餐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